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sworld。胡仁主教练候选最终名单,已经出炉,三人中,雄鹿助理教练,德恩汉姆,最被球队看好,然而,令胡仁意想不到的是,黄蜂也正在考察他,如果一切顺利,乔丹,将与胡仁,进行争夺这位优秀的主帅。 无缘季后赛后,随后胡仁辞退了沃格尔,选帅,成为他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,根据胡仁官方公布的三位候选人名单中,包括了前开拓者主教练,斯托茨,以及勇士助理教练,阿特金森,和熊鹿助理教练汉姆,而汉姆,通过面试之后,给胡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他们有望让汉姆,成为球队的主教练。 而黄蜂本赛季战季一般,球队辞退了主教练,巴雷哥,他们目前,也正在寻找新的主教练人选,根据消息,黄蜂管理层,对于汉姆,非常感兴趣。 从两队目前的情况来看,出任胡仁的主教练风险和压力,会很大,此前,沃格尔被辞退,就是因为,没有带好球队,沃格尔,作为冠军教头,被球队直接放弃,确实引起了外界很大的质疑声音,毕竟胡仁上赛季未能取得好战绩,并不能嫌怪沃格尔,詹姆斯年事已高,缺乏了此前的统治力,威少一直无法融入球队,带雷斯伤病困扰,球队除了老将,只有老将,在如此情况下,沃格尔有心无力,他的防守阵容, 被球队分解,这导致沃格尔,承担了球队失败的责任,汉姆作为